今天上午直播视频分析拜登政府用来标准的失策问题和失信于是的必须现象 我劝拜登重斗手不知一格揽人才 我劝拜登重斗手不知一格揽人才者得天下 失人才者失天下 评述拜登政府的拜向和概述拜登失信于民的失策 评述拜登政府的拜向和概述拜登失信于民的失策 然后呢还要有这个能够来自实践 能够取得实践的得本财末举贤 能够得贤者得天下 失贤者失天下 我们今天就讲 人均特别是讲着这个诚信 一个大国的元首啊 如果失去了诚信呢 这个就会众叛亲民 为什么我们看了一个美国这么强大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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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单机化的一个第一强国 为什么现在变成了为什么走夏合论呢 因为失信 失信于民 那么从现在我们来总结几个我总结了这个十条 将来这个失败的原因 但是我今天未来那个我也总结了十条 那么下一个二零二四到二零二八二零一二年啊 那么怎么样来做这个新国之策 就是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 就是真正的 现在我们把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 就变成一句空话 一句虚话 就跟泡沫经济一样 我们是搞得泡沫政治 但是因为什么我们没有找到一个方法 叫空想 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 就变成了空想 我们要把它变成实际 那么一定要主线 我觉得现在的形势很像我们春秋战国啊 中国那个春秋战国那个乱世出英雄 各个国家的人才都聚集到美国来 以色列的 中华民国的 台湾的 中国大陆的 那么什么样的人最适合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这是一个用人的问题 我觉得美国是个能够敢于发现人才 能够敢于发现人才 敢于使用人才 敢于相信人才的每个地方 所以我来到了这里 我感觉到这个 这个美国的两党的政府 两党的这个执政党都对我的重视 我感觉到非常感谢 同时我也在尽心尽力地提出我的一个想法 我并不是要做官 也不是要用我 就是说我没有任何的一个才能 但是我的品德比现在的所有的台上的 我的品德比余茂春好 我的品德比王复明好 我的实践经验比他们这两个人都强 我是来自实践 所以说呢 我只能说 看中文的要误本 什么叫误实误本 如果我们一个国家用的是投机取巧的人 这个能够像沙利文他是比较容易啊 有很多有很多弯弯绕 对吧 有很多足智多谋 他可以用一些诡计来 去谋取利益 或者是为国家人制裁啊 或者是耍个阴谋啊 耍个鬼的 我当年把你 你只能就像说假话比较多 现在我们这个世界说假话的 遍地都是政客 90%的人都是政客 都是说假话的政客 这个就叫做 这个世界的混乱 就是由这些政客所导致的 为什么现在提倡那个 这个就是不服务 这个牌 那个黄生动的精神 我唯一不过 Pinterest 就是要制约权利 把权利关在笼子里 把权利关在笼子里 便去找回法律 这个 美国源来是一个重伤 重鳄的一个国家 現在的契約不承諾 不重視這個誠信為本 這是一個美國的很大問題 現在現實當中的很大的問題 我等一下再具體地說 所以呢 就是說 拜登提出這個 我們就講這個 然後不多說了 就說這個似乎一無一 是最初的似乎一無一 還有後來 上次呢 集團體內容 我們就似乎一無一 這些呢 這些承諾 你要兌現了 美國也不至於現在這樣 另外一個結構 美國 拜登這個 這個 這個政府 本來是要搞這個 國內的實體經濟 實際上沒有 這個結構 百分之 我就說二八的 二八結構 百分之八十在用外交 軍事 這個錢花在軍事上 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八十的錢用在外面 百分之二十的錢用在國內 所以這麼大一個國家 落到今天管人到欺討 管人要錢 這個是很悲哀的事情 我說了幾個問題 就是 這個 這個 看起來很聰明 王國 王國 王國之總統 王國之帝 王國之軍 看起來都是很聰明的 王國之政客 王國之臣 看起來都是很忠誠美國的 這些人 為什麼呢 就是美國優先 美國力優先 民主黨 共和黨 這些把這個 主張制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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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的 看起來都很忠明美國的 實際上是堅強的 看起來都是王國之道 因為他是想要搞這個脫鉤啊 搞這個什麼的 搞這個那個 對抗啊 搞冷戰啊 這個實際上就是 中國話就是這樣 王國之臣 是忠 王國之君 是智 就是看起來 王國之君呢 都很聰明 講這些 都大話 都是很大話連篇 什麼 事不亦無異啊 但是那種 出名中美關係啊 啊 我跟那齊一名 都是好朋友 這個 讓人感覺到 好像是 四吃而非 做的 說一套 做一套 這樣子來講呢 國軍呢 就是這樣子 這樣的 國軍總統啊 就是 看起來很聰明 兩天看起來都會耍 耍得很賺 但是失去了民心 失去了信 就我們說那個 中國有個故事 叫狼來了 狼來了 一開始有人幫他 但最後就沒有人幫他 真來 狼來了 就沒有人幫他 這個呢 這個 這個 所以說 這個 拜登啊 啊 就是 上 這個 這個 上司威信呢 是 在於自己 不 不要 為什麼說 那個 那個 這個 奧巴馬呢 就是 說了一個應許之地 台灣 這個地方是 聯合國 啊 憲章 聯合國憲章 寫的 台灣是中華民國的 台灣省 那麼 二七五八號決議呢 定位 台灣是什麼呢 是 中華民國 就是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代表中國 就是代表中華民國的 唯一合法政府 承認 中華人民共和國 政府 是代表中華民國的 唯一合法政府 這個沒有 在法律上的措辭 儘管有些錯誤 在聯合國的協會上 驅逐之地 就是把中華民國 台灣 這個 台灣地區的代表 驅逐出聯合國 所以 台灣 如果搞什麼 獨立運動 它沒有這個獨立權 因為它 台灣 不是殖民地 它是一個 中華民國的一個 地區 所以 這個法律上 為什麼說 這個 拜登 還有很多政府 美國很多政府 在 應用這個 我看了這個 從肯尼迪尼克松 這個 這個 一直以來 為什麼 採取制裁的措施 採取 那種 發動驅動 繼承國 1668文件 2758 這個演變的過程 法律上 有個 都想盡辦法來 維持 兩個中國 一中一談 這種 或者是 這個 美國一直在 想千 想千方四百計 來維持這個 兩個 這個 雙重代表權的制度 但是 通過 即使通過了2758號決議 這個 也通過了 然後中美建交了以後 實際上 還是想用 台灣關係法 來雙重代表權 這個本質 就是雙重代表權的問題 但是呢 還好 我研究了 這個 細節問題 研究了 這個 這個 中美關係的 來龍去脈的建交的細節 那個 會議啊 一開始 特別是 尼克松階段 一直到里根 還對 這個 台灣關係法 還有個女性的認識 而現在 變了 現在的拜登政府 那個什麼呢 特朗普 那個 政府 奧巴馬 還好一點 以來 由於台灣 這個 這個 台獨政府 還有這個 台灣政府 這種 公關外交 或者金錢賄賂 這個 買通了 這個 美國這個 參眾院 這個 政客 就使得 對這個 台灣關係法的 偏離 這個偏離是什麼呢 就偏離 使台灣那個 做大 把這個 做大 就是台灣做大 做大 做大成什麼呢 可以想辦法和你 中華人民國 分聽抗議 就是製造了兩個中國 或者變相的兩個中國 各的一中一談 各的能夠 四天地地 能夠製造什麼 這個 這個時間呢 美國實際上 犯了一個嚴重的錯 中國 就把一個大國 這個 這個 本來有一個法 這個 這個 應該維護大國 美國應該是維護 聯合國憲章 這麼一個 這個 這個 制定規矩 遵守規矩 這麼一個大國 什麼規矩 規矩就是聯合國憲章 就是 一個中國就是 中華人民 中華民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就是聯合國 這個 這個 代表 中華民國的 唯一合法政府 那麼 應該尊重這個規矩 那麼 應該尊重這個規矩 由於你 美國 動了這個念頭 動了這個念頭呢 動了這個什麼念頭呢 動了這個 什麼念頭呢 聯合國這個奶酪 奶酪 動了因為這個是 把利用台灣來自 來牽制大陸 這麼一個 勢力平衡 這麼一個 這麼一個 就是 重用那些 有才幹 能夠使得 玩玩繞 能夠用陰謀軌跡 滿天過海 能夠對抗 中國大陸的人 這種 包括政客 或者是 這個 遭相納判 這個 因此 你失去了 一個 作為一個大國 作為一個 遵守聯合國 這個主導 主導權 主持正義的一個大國 的正義性 就 逐漸逐漸地 失去了 原來 在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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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克松 那個時期 叫 尼克森 也是利用這個 這個權術 利用中美 這個化解 美國在玩弄 這個權術 這個平衡戰 今天需要 中國 來制衡 蘇聯 這個體制的時候 就把它 利用這個權力 就搞好 今天需要 制衡 中國的時候 就想用 削弱 俄羅 俄羅斯 拉往印度 日本 韓國 還有這個 台灣 澳大利亞 等等 英國 這樣來制約 這個 這個 中國的崛起 這實際上 走一個小人之路 使得 就利用這種 才能 而忘記了這個 政治的本 本源是什麼 承諾的本源 聯合國憲章的 規則 聯合國憲章的 宗旨是什麼 大國 美國這位大國 在重新竭力的 維護自己的 私利 國家利益 這個事件 就是 道德的 淪喪 就是政治 道德的淪喪 道德 本源的 走下 失去 從信 失信於天下 本來你定的規矩 是這麼樣的規矩 你和中國友好 就 看到中國崛起 一下子 三十年崛起了 就變成了 就拜登否定拜登 美國否定美國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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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句話 那個 那個 王滬寧說那句話 美國反對美國 這政策 對華政策 美國反對美國 對華政策 這個呢 這個黨上來了 那個黨下去了 結果在這個 在對待 反對中共這個 崛起的問題上 大家是一致 就換了 規則 這個表現 對 用中國 古代的話來說呢 這個 國軍啊 人軍啊 不換 不愁呢 出言之難 而換 漸言之難 你對 兌現自己的承諾 是非常困難的 你知道 兌現自己的承諾 是難度 你就出言的時候 不得乎 慎重 不得乎 好好考慮 你說出這個 似乎義無義 這個是非常 重要的一句話 你給中國政府 戴了一個 木頭眼鏡 讓中國看到了希望 但是沒有看到實惠 聽到了這個 四不易無義 這麼一個情況 但是實際上沒有 因為 因爲什麼 因爲中美之間 是一個利益競爭關係 利益競爭關係 就是我想辦法用 這種方法來 想辦法來 鬥到你 而沒有想辦法用 合作的關係 來使得大家都 都在這個合作的 共產黨 使得雙贏 就是你的能力 重視這個 誰要有能力 能夠使 戰勝中國 這樣一個人 不取 不擇手段的 戰勝中國 所以 你就把自己的 本來一個大國的 一個主導的權力 前國 降落為 降落為 烏克蘭和台灣 這樣呢 以這個小國的利益 為轉心 然後這些小國呢 就牽扯著大國 這個小國呢 就把你的 就像魚兒一樣的 把大國 把美國給出賣了 把美國的正義感 把美國的規則 給出賣了 把美國賄賂了 收買了 就像大陸 很多台商 把大陸的那個 那個政客 把政府給收買了一樣 那 那麼反過來 我們今天就是要來 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去看到這個問題的現象 實際上是本質 本質就是 因為美國衰弱 衰弱 就不擇手段 要想辦法把中國 打壓下去 那中國本身也 也有問題 中國制定的政策呢 就 盲目落管 過於自信 鄭小平就 過於自信了 過於自信什麼呢 把那個 現在是解放戰爭 從戰爭 內戰狀態 就是解放戰爭狀態 把這個戰爭 看成和平狀態 和平建設狀態 沒想到 四十年 鄭小平這樣 突然打出一場 和平統一 一沖墨戰 一斬黃糧 又現 到了習近平這個階段 習近平要 習近平重用的是 王毋明 王毋明是一個沒有 兩岸實踐經驗的 實踐具體經驗的人 也沒有三大實踐經驗的人 王毋明是一個收合 或者說 我們也說 他的道德品質呢 你從他抵立了三四分 我就覺得 這個人的道德品質 要齊家 治國平天下 這個家都處理不好 怎麼能處理好 國家這個關係 那個人講的叫和 一味地去求和 這個 這樣的人 把它放在一個 政治協商 政治主席 又把它 作為一個 最重要的 第一把手的智囊 與王治國 與王治習 因為習近平也沒有真正的 工業生產 大產業工人生產 標準化的一個 一個歸 一個講歸的 就是說 強調馬克思主義是我們的 那個 魂脈 然後就強調中國文化的 傳統 你這個 就像 毛澤東呢 也是沒有工業 這個大生產的一個經驗 習近平和毛澤東這個 這個 思想 這個結構啊 這樣結構是 基本上是 類似的 因為很相似 所以 對農業 對軍事 對工業 對產業 和作 大生的先進生產力 來 它是 它是講的少 以此的 奔工協作 一個細節 細節 決定出來 這講的少 講的就是 科技 用科技技術生產力 這方面也講的少 是吧 因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科技技術 你幫我 包括法治 為什麼呢 為什麼我們的法治 這麼多不在 就是因為權力過大。 我們過於相信這些法官為人民法官。 哪個人民法官的期望是你幹什麼?傷天害人。 吃了被告、提原告。 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本來應該是人民法官。 你要在五八年、五幾年,那個人人民法官還兜下去青年了。 現在的法官可以說是一個選舉、源頭污染。 如果你當時說一個案子,一個小小小小, 你是源頭污染。 被權力和利益所污染。 所以我們要進行一個改革。 這個改革呢,這個就是從系統上改革。 就像說真是從系統先讓它反映。 反思,就是從馬克思主義這個本源, 消滅私有志這個本源。 就是階級途中的那個本源, 來考慮如何來調整。 這個是本質。 因為社會主義這個實踐, 證明了, 從法輪公社到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的集體化, 或者是國有化的那個制度本身。 各國的這個, 東歐國在各國共產主義運動來講, 這個失敗。 就是因為這個消滅功能是有好處。 系統化, 一個大家庭分工。 國際大家庭。 但是我們現在自由市場實現也是在進行國際分工的態度。 但是都是出自於利益, 出自於各個國家的一個對自己本身發展的一個優力。 這個主權是在優小當大。 而蘇聯那個就是從上往下建構, 所以就產生了霸權主義。 而蘇聯一個社會主義陣營的一個霸權, 然後美國一個社會主義霸權。 這個呢, 總而來講, 就是從自己的利益, 從自己這個陣營。 源自於共產主義這個理論, 運動的理論。 源自於階級做的, 源自於消滅社會主義。 這個, 這個來說呢, 在資本主義國家, 把上帝作為一個上帝賜給人民的一個主權。 主權在民。 而這個那個什麼呢? 這個, 這個社會主義國家呢, 主權在共產主義。 這個目的就是, 為了達到共產主義, 主權在黨。 黨領導人民, 就實現共產主義, 分這個社會主義, 成為社會主義的小方。 讓大家都, 都賦予些。 大家都賦予, 不是, 搞微觀經濟的, 和搞宏觀經濟的, 這兩個經濟。 因為, 搞經濟工作, 就不一樣, 不同於政政。 搞經濟, 才要講利潤的。 有的適應於大生產, 有的不適應於大生產, 適應於小做法, 有的不適應於規模化的企業。 你, 這個標準化。 但, 我本來就是搞, 標準化, 就是搞這個社會主義的。 那麼, 這樣子呢, 有的不適合你社會主義, 但是, 一定要搞社會主義的。 那就, 扼殺了, 就扼殺了這種民族的, 小自然接小生產, 這樣子的生產力。 為什麼現在還有保留的, 歐洲還有很多保留的傳統工藝, 包括瑞士, 它很多手工的製造那個, 手工來製造那個手錶, 那些很多人機器, 這個就是, 它為什麼沒有消滅這種傳統的工藝呢? 它用這種工藝, 你如果要用社會主義來做大生產, 什麼時候我說批量來生產, 那麼多時候, 那就不值錢。 正是因為它手工呢, 它還有手工的價值, 這個例子。 我們就指的是, 從三大社會實踐來講, 為什麼呢? 我強調的三大實踐, 實踐性, 理論是一定要來源於實踐的。 我們很多, 從新中國這個成立, 為什麼毛澤東在國內戰爭的時候, 就反對這種本本主義, 反對這種脫離實踐, 這種教教主義, 一味著造反蘇聯的城市暴動的經驗, 就是能脫離的實踐。 我們建設社會主義, 建設不是叫現實性命, 建設新中國, 我覺得不是建設社會主義。 這個建設社會主義, 我不希望中國就一下子都搞成大陸, 新知新色, 搞成社會主義的中國。 我不希望, 我覺得應該就要主權在民, 不是在公有制, 主權在人民, 在新民, 在不斷地提高人民的整個數字。 我覺得中國也需要革命, 這個革命不是延設革命, 我倒不見得是推翻共產黨, 因為我自己本身要認為, 我覺得共產黨應該自我革命, 自我修正這個理論, 因為完善這個理論, 因為馬克思主義理論是不完善的。 是, 馬克思主義這個魂, 這個根呢, 它是不完善的。 這個根, 你如果按照這個, 作為一個根來, 推廣這個這個, 推廣到世界, 世界大同, 這個就更糟糕了, 那就變成大家一言堂了, 那個這個樣子, 全世界都講這個, 一個一個, 都是中國模式, 這是我完蛋了。 為什麼不允許, 各個地方用, 全世界的共產都是一個, 標準化生產, 那也完蛋了。 都一個模式倒出來的, 那個就像, 蘇聯搞的那個, 那個標準化生產, 很多這些產品都是一個模式出來的。 所以呢, 這個這個, 這些東西不適合, 不適合這個, 這個就是, 有待有挖掘吧。 所以, 我們任何一個國家, 都能一個完整的, 一個, 一個, 一個很好的, 沒有完整一個, 很好的一個, 民主啊, 那個, 美國的民主, 我今天還沒講的, 美國民主黨有哪些特別, 美國共和黨有哪些特別, 共產黨有哪些特別, 組織能力是, 還有這個這個, 這個這個, 發展的模式, 這個這個, 都是, 這個頂瓜瓜的, 都是, 可以說是一流的, 但是, 在理論上, 指導思想上是錯的, 用人上, 往往是, 它是認真明清, 中國一個, 哪個國家都一樣, 都有, 都存在著, 任人的, 心理的, 這個, 而呢, 為了, 為了完善自己, 這個, 正確性, 所以, 王鳳寧這樣, 我們黨從, 建黨以來這個, 宣傳幹, 宣傳給考, 就搞的就是文, 一定有文人, 文人呢, 有缺乏實踐, 他有圍繞實踐, 毛澤東就搞了一個呢, 幹部知識分子, 下放勞動, 讓他體驗生活, 體驗勞動, 就這麼一個精神, 思想方法有, 參加三大革命, 三大實踐, 有這個道理, 但是, 就過左了一點, 過激了一點, 交往過正了一點, 但是呢, 對於現在這種, 現在我們現在這種, 這個什麼, 堅崩溜江, 五穀不分那樣的, 一個重, 一個一些, 一些這些就是, 就是重學術啊, 重考分那樣, 什麼, 這個是一個推判, 反過來講, 我們看我們現實當中, 用的人, 用的, 我就說, 我為什麼盯著王鳳寧呢, 因為我和王鳳寧, 一直是同時代的人, 他為什麼不下鄉, 為什麼躲避下鄉, 他逃避勞動, 逃避深大實踐, 在工廠裡, 你逃, 為什麼一下子就走了, 幹個兩天半, 就走了, 他想哪些, 就是比賽啊, 就是說那個, 那個, 上海這種, 就是這種, 投機機巧的那種, 這種, 拉了拉關係, 或者說, 紅二代或者幹人, 拉關係, 因為當時那些, 就是強調機機出身嘛, 為什麼我們沒有這樣的關係, 為什麼有機會上, 為什麼有機會上, 而這相對上, 我們不能, 我不能第一批上工農民大學, 而我只能夠, 通過高考以後才能上大學, 這就是我在1965, 1960年, 我在6月28號, 我反對非洲高考這種一個, 一個標準, 你把當時的, 工農民先生, 就是衡量的標準, 就是你出身要好, 然後, 推薦, 推薦, 推薦工農民上大學, 就掛了這麼一個名, 弄虛作假, 就掛了這個名, 所以整個一套, 就最後, 弄到現在來講, 眾小人, 親德, 親道德, 親法律, 毛澤東呢, 就有一個最大的觀點, 最大的事物就是一個缺陷, 就是對法律的侵蝕, 對規則的侵蝕, 他幾乎, 他創造了他自己說的話就算, 他, 就皇帝就是說, 我說的就是規則, 一人獨裁, 一人獨裁, 然後呢, 就找一個什麼, 找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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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一個軍師吧, 找個四人幫吧, 然後, 再一個, 加上一個, 握著軍權, 強反這裡面, 出政權嘛, 這個軍權就在握, 這個國家就不會亂了, 鄧小平呢, 就把這個改革改了一下呢, 就是, 治標不治本, 沒有, 把這個, 什麼是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的發展生產力, 這個單純發展生產力來講, 這個, 跟資本主義有點兒相似, 但是還沒有從理論上來講, 這個, 生產的資本的結構, 沒有從這個結構的, 理論上沒有拓解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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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社會主義這種, 這種思想的橋, 空想的成分, 另外, 脫離世紀, 脫離市場經濟, 脫離這種, 脫離這種, 在出產力和發展的規律, 所以這個是一個,另外誤導,馬克思説誤導了共產黨運動,把一向轉向了階級鬥爭奔。 因為從人數上來講,勞動人民是大多數的,統治者會組織少數嘛,所以我按著多數打敗少數的觀念來處理。 而沒有把這個認識呢,有個更系統化,更吸引力一點,把這個商品的話,利用化生產力把它分解一下。 這個商品,勞動工具,整產的科學技術在這裡起什麼作用,人起了什麼作用,組織力量起了什麼作用。 這方面沒有,我們從來都是摸著石頭過河,只要政權是第一位的,只要讀取了政權,那我說了就算。 我說的這個歷史是由我來概念的,史上說,這個歷史是由順利者來決定的。 這個呢,就是沒有這個事。 而這個亂,為什麼現在中國也是出現亂,美國也是思想混亂,輿論界也混亂,內戰不斷。 這個呢,亂呢,沒有好處。就是如果大家都那個眾所謂,要出思想,出理論,出權益,出比較。 當然來講呢,這種來講呢,誰有實力,要憑實力說話。 中國現在的軍事實力,國家體制,因為它實定是國家體制,又是一黨制。 所以呢,就變成了一種,就是說,我說了就算,習近平說了就算,實力說了就算,實力說了就算,結果呢,是實力走的路線,是值得提交的。 所以我們就要先有實踐,然後再按照實踐,產生出的,總結出的經驗教訓,然後進行運作,action。 現在從零到有思想,然後再實踐,實踐的action。action在實踐當中呢,發現問題,發現錯誤。 錯誤呢,叫取其精華,取其糟果,把不適應的能力,然後把精華那裡集體出來。 這個植物的那個製交系,它在培養一種的時候就是,我把那些精華取出來。 每一種品種的一個耐寒性啊,耐熱性啊,或者是小個子啊。 我取一個它的優點,把每個優點取出來。 然後它的這個低音音啊,它就縮小了。 低音效的,然後再進行雜交,再進行配合。 雜交產生了一個雜交優勢。 然後這樣就不斷地改良平等,這樣就產生了一個進化。 這個不斷地進化。合作就是咱。這個合作的交流就是雜交的過程。 就互相分享一個雜交的過程,一個取長過程,這個國產種產論理的過程。 所以說我們,啊,王滬寧沒有,王滬寧沒有就是這個在,就是, 它沒有三大實踐,所以它不懂的農業,不懂的工業,不懂的生產。 生產就本身,生產這個,我工業化就是實際上我也是吸取的。 最先進的,包括當時我們的石油鋼工廠第一套的設備是從蘇聯引進的。 繼續把它消化、引進、提高。 你必須要有機會把它消化、引進的自己的。 這樣子才能夠發展。 那麼,這個過程呢,是一個從, 趴大事實,腳踏實地,不實的一個過程。 為什麼我說,這次應該來源於實踐, 而不是來源於那個書本。 如果你來源於書本的話, 就是你學而不思則往,你思而不學則在, 你看,你光從這個規律的,在書本裡找書本的知識來講, 這個是,這個來講,是騙人的知識。 所以,我們說,我們搞社會主義,是行而上學。 你將來,任何者來批判我們就好。 你,從局務的,從造,就是本門主義, 理論上怎麼說,教教主義,維新主義。 哪一點,或者哪一部門成功了? 比如說,蘇聯說,城市貿易成功了, 那我就推翻了中國。 然後,這邊中國,這邊那個, 農村貿易城市又成功了。 那麼,那麽又這樣。 國內戰爭也是這樣。 我讓你,毛澤東去打城市, 你跑到井康山去建立根基地, 打游擊,逃跑主義。 所以,就變成道歐,就是。 所以,共產黨這個理論呢, 是值得重新建立,重新檢驗,需要檢驗的。 那麽檢驗了之後呢, 我,這個習近平說, 又怕犯了一個顛覆性的錯誤。 所以,習近平就, 這次七一呢,這個講話就說, 一定要理論化,一定要調理化,學理化。 但是,本身這個調理化,學理化, 就是值得,是可以正為的。 你的邏輯就來源於形而上學的一個東西。 你來源於形而上學的東西, 從維新當中到維新, 你最後來著, 你只會在很多實踐問題, 社會的實踐問題, 就出現了一個衝突。 中國的實踐, 這個公有志和民營經濟就發生衝突。 這種衝突,有時反而是很激烈的。 二八世界就是這個, 一個政府和社會底層民眾的衝突。 現在中國也存在這個問題, 政府是強者, 雖然人少, 中國的政府是最龐大的政府, 最豪華的大樓, 最奢侈浪費的一個, 一個資源, 最佔有資源最多的一個政府之中。 所以就是大政府小, 這個這個, 然後而且這種政府, 都看得見的手來, 干擾的經濟, 把那個瞎指揮, 包括那個, 你看那個, 講到中山,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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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漢建的多少人, 那個, 方艙醫院, 大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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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脫離了世紀 就是正統決策拍腦的這個定出來 所以你說的也是從一個好評 但是它是因為決策它就是一個失調 決策為什麼呢按照計劃 計劃不會計劃趕不上變化呀 所以我們就犯了官僚主義 維新主義行而上決了 說來說去是這樣的 這個指導思想 中國的體制就是這麼一個行而上決的體制 高度集中的一個體制 所以這很容易犯蘇聯的重導蘇聯的負責 這個不是誰有男兒沒有男兒的問題 是你這個這個這個 你堅持這個理論的錯誤 你一定要看到這個編證法 有其利必有其害 所以說共產主義就是說 你消滅自由制必有其害 自由制有它自己 自由制的調節的作用和功能 即聰明生產力 造成積極性的這個過程 因為它只有跟它私人的利益聯繫起來 它才能產生很大的動力 你光有私人的動力 你沒有大家一個凝聚力 這個也不行 所以要有公職 要有私人 哪個做主導 按照需要做主導 試著生存 你沒有一個集體的力量 我們的衛星上不去 我們的原子彈造不出來 這個是靠大家來拼緊作戰的 但是你只有這個東西 沒有民營經濟 沒有這個什麼 像那個馬雲啊 那個程序啊 沒有這個這個 這些這些人的 這些人的 民營企業的發展 從國以後生存這樣的開花 淘汰 包括華為 這都是這樣的 包括像我們這些 從市場經濟 權力經濟當中被 被屠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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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敗下陣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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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樣的 基實戰經驗 所以我們才有很多的體會 增強實戰經驗 增強實戰經驗 住基靈魂的體驗 切膚之痛啊 對社會主義的權力經濟 有切膚之痛啊 住基靈魂的痛 你往後面有嗎 你沒有 你代表我們在那 在那空談口號還沒叫到 你看起來 很忠於黨中央 很忠於江澤民 很忠於胡錦濤 很忠於習近平 但是這種東西 是個表象 是害了全國人民 害了生產力發展 誤黨誤國 誤居誤民 所以這種 形而上求不倒 黨內將來就 有這個 亡黨亡國的危險 這絕不是我們很小心 即便國家統一了 這個問題的危險性還存在 所以說 我們說曹操 曹操就是 這個一方面呢 又是殺人 另一方面又重於用能 他就牽著 在打仗的時候 在交戰的時候 重財 重能力 誰能講的天花亂峻 誰能把這個 這個理論呢 就是治國的理念 說的條理化 誰要能夠把這個 條理化 系統化 誰就是一個能者 王滬寧就這樣 嘴巴賣嘴巴去 共產地匡發企常科研 諸葛亮 原來也是喜歡讓他們 就是師傑成馬 師傑成馬 最後 吃了這樣的 這個台灣問題解決不了 二十八年把全能夠給打下來 四十年現在 台灣這東西解決不了 這是什麼問題 這個就是 理論上的問題 是空想 空想 和平 和平等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好不好 一國兩制不好 一個國家就應該 一個制度 One day is new 一國 一個國家 你把台灣人看成另類 你把香港人看成另類 香港的一國兩制 將來也要取消 取消的這個好不好 最重要的國家主義好處 香港的法治可以 如果一旦統計了 就可以影響 中國內地的政府 去掉官僚化 去掉那種刑事主義 官僚主義 台上主義 因為香港的法 政府是務實的 中國大陸是務虛的 香港是向上 向黨中央負責 香港是對人民負責 對金錢負責 對選民負責 所以 香港這種體制 將來要 打破封鎖 將來要 抗派 跟大陸這種 這種 原來叫社會的體制 或者叫權力經濟 權力政府 進行普交 香港是一個小政府 小政府 像英國 它採取英國陌生 有它的生命力 有生命力 那就可以 這兩個 我就這樣 經過了多少年的 二十年 幾十年 這麼從 什麼 英國兩制以來 它吸取了一些進化 它取其進化 將它是 兩個自交系 進行英語的自交系 一種是抗旱的 一種是抗風的 一種是抗風的 把這兩個結合起來 把大陸的政體 和香港的政體 結合起來 這樣 一定生成一個 更有生命力的一個 新的一個 群體 就是一個 一個叫 這個 這叫做 轉基因 就把這個基因 就轉了 就產生了新的 中華民族 從來都是轉基因的 都是吸取 不斷地吸取 各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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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 甲午戰爭 雅電等等 這都是大炮 衝擊 把那個 逼著中國 打破這個 封建的 自我封閉的 這種傳統 那麼現在 你一國兩制 你現在把 一國兩制打破了 就打破了 封閉的 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這種傳統 實際上 封閉 我們說 這個社會主義 這個社會主義 就是不合格的 這種社會主義 我們還是回到 新民主 因為我們將來 是要 品權載民 就強調 將來是 走向共和 民主 共和 法治 那麼 叫經濟建設 為中心 叫 和上市能力發展 為中心 私營企業 民營企業 到國家企業 協調發展 這個 這個叫做 民和協調和協 發展 這叫做 既要 既要崇上其下 又要多元 又要多元 多元體制 這叫做多元化 所以說這個呢 我們單一地強調 社會主義就是共和化 讓大家都富裕 大家都富裕 這個叫 朝鮮的大家都富裕 平民主義 這個不是搞平民主義 而是搞這個 事實 這個機制 引進 由資質金錢來 虧的重錢 來改善 人生這種 這種 自然的環境 人類的資質環境 這個東西是要 要做 細質的工作的 不是在那 青山綠山 青山綠水 金山綠山 就那麼 就說出來 就造出來 不是這樣 為什麼現在 什麼第一次呢 現在又沒有了 就是因為它沒有 因為國家沒有 很重視這個 這個農村的 這種 現代化的 這個進程 沒有吸取 世界各個國家的 一個 一個生產力 這個解放農業生產力 改善農村的 教育環境 一個 生存這種 老貴的頭長 這是中國方面 我常說 我常美國呢 美國是這樣 美國政府呢 從來 我在想 我講 我講拜登政府呢 在這個任務上 拜登是因為有了 這個 從一個年輕的時候 就從政 應該說是有報復 有這個 有能力 所以理論上來講 還是有 但是有報 但是 這個是說話來講 就是說 不兌現 就是災難 這個美國政客當中的一線 就是 說一套做一套的做法 這個就是 修養不良 如果你修養不良 就像我說這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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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孤寧 你自己家裡 這個 其家中 這個 家裡 都處理不好 這個 我們叫三七六七 我不知道有沒有六七 但是很多官員是 在外面搞的 五七八糟的 幾七幾七 呢 不止六七了 一百七六 一稱七都有 一定不會 這樣自己品德 作風不好的人 一定不能成功 他修養 他 老百姓就不買他這種修養的帳 對吧 你 你 就 就 人的 一個人的心感 得本 才末 他能力是其次 首先 品德要 而那個 這個 這個 美國也好 中國也好 都現在的重能力 輕品德 就對這個品德 要求 可以忽略不去 這小的問題 就是 大德不必 小 這個問題 還好 就是 這個 就是 這個 共產黨儘管是 面對這個 市場完全是誘惑 利益的誘惑 畢竟還有這麼多優秀的共產黨 真的是在這種 這種市場的一個 風氣 啊 誘惑之下 啊 佔了一下 你知道嗎 我覺得 中國人在美國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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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那個 這個 這個 那你什麼性開放、性自由?沒有,美國還真的,真的是我覺得這個,至少在我們華人圈裡頭,它是比較的傳統,比較的保守,而且真正的一個有修養的美國政治人物,它也很注意自己個人體制的修養。 如果個人體制的修養不好,那麼它在美國也沒有政治自由,我們說柯林鄭的那個東西,它的影響,至少影響它就好,美國民主黨就好,影響你這個形象就影響這個形象,這是第一個,就是個人修養方面,拜登要注意自己的誠信誼誠信誼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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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誼� 誼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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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聯合國的一個中流砥柱 或者是主導性的國家 你一個主導性的國家 你就是神一樣 你一個神你都自己在無七八糟的 今天這個樣 明天那個樣 你就沒有一個定性 定型 你自己都不遵守聯合國憲章 你自己不遵守聯合國的2758的決議 那你編出來的 你自己製造出來的財產關係法 一中原則 就會走樣 因為一中建交的公報也有兩面性 有的其利就有的其害 還有 中華民國台灣原來是蔣介石的 他原來在南京政府是統一的 那麼現在他變成了一個偏安一友 那麼偏安一友呢 很多人就 開軍就出來了 獨裁就出來了 你一個 美國作為一個大國 你失去大國的一個形象 你失去大國的一個聯合國 你不遵守聯合國憲章的規則 你為了牽救這個 那個 台灣那一小撮人的利益 就被聯合國憲章的 那對撮人的那個講話就講了 你一個大國 一個國家 一個國家 和一個國家 按照自己的私人的利益 而侵犯了聯合國這個原則和宗主 那也是犯了備信歧義的錯誤 這個 拜登呢 在執政當中呢 就犯了一個備信歧義 規判什麽? 規判聯合國憲章 不是背叛 不是什么 这个不是台湾关系法是至上的 而是联合国现场是至上的 为什么我要我讲的一个 前两天讲的一个深谓思考 要提高自己 更上一层楼来思考美国的政策 用美国人来检查美国 美国用联合国来约束自己的 这个政策的所做所谓 因为联合国的2758纪 全是大多数人民 联合国成员全都通过了 你绑过来乌克兰也是 乌克兰本来就是苏联的加盟跟乌国 你支持它 你本来就不应该支持它 给你搞一个军事对抗 等于扩张 你最后最后弄的 它调动这个民粹主义 就像性质和台湾一样的 台湾如果这样的搞下去 就是乌克兰这样的战场 就是带给人的战场 你调动这种利益之间的 目的达到目的达到了 修入俄罗斯 水河俄罗斯呢结果呢 这个反作用力 水河俄罗斯和中国又转在一起 这个力量来讲 这种大国之间的结盟又变成了一种反过来的反作用力 反作用力超过了美国的作用力 美国和北欧欧盟的这个作用力 围堵恶善这个作用力 这个是你 就是运营不大 这个背信其语 这个就是第一个问题 你既然有安天下的报复 也有制乱世这种制造乱世 制造在里面战争的这种才能 美国有 天下大乱就是原因 百分之九十都是美国挑起来的 什么什么 你有这两个本质 你所所翻手为银 覆手为银 所以世界是真正的乱根的事在美国 那么中国来讲看透了你这两手 那么也会采取两手 一种是反联盟 你搞这个七国联盟 包括日本 它要扩大 北欧不再想要北欧 北欧不再想要北欧不再 这样的话 又挑出印度来治治理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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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约中国的发展 这个那么 那么将来的结果 因为中国常到过美国 对自己的好 常到过自己的美月期间 又常到过自己的美国 就像一个小妾对吧 妾身为民 妾身为分民 就是本来是一个 是一个大家准备是合作的对吧 相互以沃 但是最后你不过搞了这样的 把慕成仇 你现在就 在中间 你现在就是 采取这种策略 就是反目成仇的那种策略 所以在策略上 刚才我说用人上是错误 在策略上 法治上是错误 这是第二个错误 一个人 一个国家的策略 要做到一个社会风气 不应该缴往国政 你现在就缴往国政 对华政策 这个贸易政策 市场规復 你缴往国政了 这样子呢 不是一个取舍 你干脆就是抛弃 要么是我的盟友 要么就是我的敌人 非敌既有 那么现在呢 我们想小成功靠盟友 大成功靠敌人 真正要成功的 那么你把中国看成敌人就好 看成所有人呢 你真正成功需要大国联合性 这个一定 这个大三角联合性 我们不能够一手包天 你不能够完全的多元化 但是你至少大三角联合性 就是东西方文明要几个人 我这是个T2 Together share the future 那麽就是说 要分享 分享这个 你不能我拿来 我光吃个肉 你吃个尼肯骨 这个样子的美国战略 好羊毛 这个分配不符 这是第二点 在战略上 第三个错误部分 你 你的时间啊 就是金钱 效率 你在这个短短的四年当中 你把你的每一个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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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美国政府都是急功近利的都是想要表现出自己的政策 所以缺乏一个强远的目标 缺乏一个战略性的思考 这一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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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心理的树 中國這一點就有長遠的計劃 五年計劃 十年計劃 計劃經濟 這個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 計劃經濟的一個好的方面 在計劃經濟不好的地方 有其利就必有其憾 在美國有其利 那個周鄭錯誤這種 周錯誤也必然有其憾 所以就怎麼樣來和諧 怎麼樣來調整這個問題 那麼我們就需要了改正 這個我講過的另外一個 產業空洞空心化 製造業空心化 我們說的就是製造業 美國的東西都不是美國產 美國不是不能產 而是不想產 而是成本過高 就保護這種利益 這個無產經濟工程機率利益太高 標準太高 那麼就損害了生產力的發展 這個就叫做海水倒灌了 就倒灌了 就是美國怎麼樣才能夠使 這個製造業重新恢復起來 走向一個正常 實現一個自給自足的 至少自給自足的國家 但美國沒有想 沒有想 就是因為美國就像蘇聯一樣 你們其他國家都是為我服務的 如果你們都跟我一樣 蘇聯也是這麼想 奧巴馬也是這麼想 你跟我一樣 那個世界就倒灌了 沒有這樣 逆向思維 沒有站在這個樣的思維上 所以就靠這個分工 也就是說 國際國學 靠金融 就是虛擬經濟 第三個就是說 第五個就是虛擬經濟 過重 我就講了 一個是外交和 國內生產這個 國內的比較重本輕 輕本重 就是 攘外必須安內 你是外面的戰略主 你國內的戰略主 這個政府行為當中的 國內建設 就成為次要的二 只在二 軍事啊 外交啊 就是那些 勞命傷財 對吧 傷了根本 傷了根本 傷了美國的國本 第七個就是 那個 我剛才說了 虛擬經濟過程 實體經濟空虛化 那麼政府行為呢 我們現在來講 政府行為 民主黨是大政府 輕法制 就是外出意識形態 搞這個階級作動 民主黨就像共產黨 搞階級作動 所以你現在搞 搞抵抗 就合作 鬥爭 鬥爭 這個維主 不能傷害國家安全 中國哪會傷到美國的安全 或者安全 你華為哪傷到美國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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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佔領 缺點還多了 我就先簡單提出七條 然後說的不對 就當我們說 反正我也是說建立 集眾資 集資廣運 大家提出七條的 們 雲過 哲洗 拜登 你能夠改過第一條 你重言 重信 程序 承諾 允許之類 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臺灣 中華 中華民國 臺灣是中國 中華民國的一部分 這個 這個話通報 那麼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中華民國的主權代表的 這個通報 法律讓通報 你把這個遵守了 哎 你就阿彌陀佛 中美關係搞好了 你這個戈的決定器 它是信念一面之差呀 你 生活你這個 多少那個什麼像響尾聲導彈啊 什麼急速炮彈啊 不用戰爭啊 對吧 這解民道權啊 明明可以用合法手 你非要用那個這個彎彎繞 所以必須要搞這個製造出戰爭的 就是要說 因為你這 只有製造出戰爭的 這個軍火山才能決定 因為只有罵 誰罵製造的仇恨 才能得到選票 這都是美國制度上的一個憲法 過度自信 中國共和黨也是過度自信 所以我們在這個大國的競爭當中呢 這些當中呢 各個的敗相 就是可亡之政 就是可以亡國之政 都顯露出來 中國不希望美國亡 美國也不希望共和黨 你再搞一個在別人之心裡 另外換一個黨啊 國民黨啊 又搞這些革命 有大屠殺啊 大動蕩啊 大改主啊 希望你能夠穩定 和諧的穩定 從利息 改過之心 自己 自己革自己的命 是最和平的啊 你自己修正自己 我自己不約束我自己 我在外面揮火進行 亂搞 那我這個家肯定要敗 你美國也是這樣 你美國就到處張家務長 干涉別人內政 你管這家的那些什麼 當然你管也有好處 當然就是國家的 大家都會有約束 知道你有這麼一個 悲公捨隱在那裡 頭上有一把劍 對吧 寶劍 有你這麼一個小妹在 但是你過度就不行 過度就不行 然後我接近呢 跟那個 阿先生講的 威力沙沙 因為時間就差不多了 我接著再講 我有很多條件 譬如那個 怎麼樣的 把那個中美關係 對線的事不應不應 你事不應不應解決了 借錢的問題贏了而解呀 中國大陸也好 慷慨解決了 大陸要賄賂你台灣的政客 你台灣民進黨 或者台灣民進黨 或者台灣國民黨 賄賂你參與議員的錢 要多得多呀 它不是賄賂你幾個議員 是賄賂你整個國家呀 而代表國家就是那幾個 參與議員幾個 中議員那幾個稅荷 而共產黨 如果要共產黨也好 中國也好 對你賄賂你的美國呢 它是光明正大的賄賂你 對你是打開貿易之門 它是讓美國人民 這個人民全都富裕起來 有個世界 讓人民能夠適應這個 製造業的生產 能夠適應這個國家的 像那個 雞山 銀山 綠水 青山 那麽把這個資源給搞活呀 你現在搞得大家都成為了 把牧撐撐 什麼事兒也幹不成 你在那裡搗亂 大家搞不成 本來是搞好一個和諧的世界 大家共同建設一個家園 共建家園 為什麽我主張 要走共和的道路 為什麽我加入了共和黨 就是要走共和 這是要走法 這是道路 我今天先說到這兒 然後呢 我批評的這個 今天主要是批評拜登政府 拜相 我講了八大拜相 美國講的七大拜相 我講八大拜相 還有很多拜相 你們說出來 是吧 大家自己慢慢去講 好